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 刘云川 41岁 重庆人 各位老板好 我的名字叫刘云川 我的一名叫做刘丽豪 我是一名职业演员 希望能够通过 《非礼莫属》这个栏目呢 能够找到一个 自己喜欢的工作 欢迎你 刘云川 谢谢 有没有人说 你长得特别像一位香港演员 有 侧脸来看 有点像周华健 库尔特这眼睛 有跟没有没区别 读书的时候 他们说嫌吴彦祖 他们是对吴彦祖有误解吗 说说你 自己觉得长得像哪位 这牌很像牛的花 有带来什么照片 能通过大屏幕 让我们从其他的角度 欣赏一下您的风采吗 两个人却又不错 你别说他那个一钩鼻子倒是有点像 发福版的乡村刘德华 发福版就已经很惨了 然后你又说乡村版 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们的求职者刘云川啊 他一家子都跟刘德华 有比较深的渊源 我爸爸就叫刘德华 我母亲的生日 9月27号 跟刘德华是同一天的生日 你呢 我是他的职业模仿秀 您这脸我问一个 可能稍微有些冒犯的问题 您没有说为了做模仿秀 动过吧 对 完全没有动过 我这个时候是天然的 就纯天然的 对 但是我的印象中 刘德华好像有好多替身 我是运用替身吗 也是 就我们这个舞台上也来过 一个叫陈黎明的 他也是模仿刘德华模仿的买相 他是冠军 那你是亚军 我是特要嘉宾嘛 那您的声音像他吗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忽乱的拍 暖暖的眼泪更含于浑成一块 眼前的色彩忽然被引开 领域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这个我自信的劲儿这确实有 我采访过刘德华 刘德华现在什么人采访都接受吗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 像刘德华这件事 对你的人生轨迹的影响 你觉得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能通过模仿他 能养活我的一家人 那你当时模仿他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因为年纪的原因 方方面面原因 模仿不下去了 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我就来到这个舞台 所以就是来找工作的了 等于你现在走投无路了 想起我们来了 开个玩笑 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 你04年到18年 14年的时间 在各大酒吧做助唱歌手 对 薪酬在一万以上 对 然后个人原因离职 为什么离职啊 因为在酒吧里边天天应酬 又要喝酒 又要在台上唱歌 现在场子反正也废了一半了 您今天来这儿就是觉得说 想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 对 但是您这个过往的经历 我看着都不错呀 某影业公司的制片人 月薪近两万 对 你这制片挣得比我们制片还多呢 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份什么工作 就找一份直播待货的 有意向企业吗 只要企业意向我 我就意向他 但是云川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今天站在舞台上的 到底是刘德华的模仿者 还是求职者刘云川呢 还是一个求职者吧 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就是我还是感觉你的一朝一世 好像都在模仿 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可以叫我们看到 真正的刘云川是怎么样 刘云川的话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我如果用刘德华的方式 跟你聊天了 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说话的话 我觉得你就比较适合于潮汐了 但是就是你刚才那个样子 我就不知道你应该去哪里 丹克尔德其实可以理解啊 这是一个十几二十年的 一个生活习惯 或许您库斯刘德华的这个相貌 也给您带来了人生的一个偏德 而且他回答到特别重要一点 你知道什么 就是说他觉得他这个职业 养活他一家人 就是很务实 懂我 做过直播待货吗 给一个企业 一个家居企业做过 你给那家企业待货的成绩怎么样 很好 当天他们有八十多万的人在线吧 在哪儿播呀 他们是通过的 微信的一个私域平台 八十多万人同时在线 你做了多少销售额 因为我们只是去演出 真正的那个后面一页额 我不太知道了 好 各位企业家 根据他的综合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刘云川 进入到你今天求职的第二轮 天生我有才 我唱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 你为什么不选择模仿刘德华呢 因为唱了这么多年 我也想有自己一首自己的作品 我也想致敬一下我的武相刘德华 好 我就写了这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噢 不是 刘德华》 来 一起形成 大喊一声加油 刘德华 加油 刘里好 我是刘里好 好在 好在 你最帅 每次走上舞台 粉丝们都大喊华仔 华仔 Oh no 我的小可爱 我不是华仔 其实我只是一个笨小孩 只是长得酷也长得有点帅 只是爱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跟着我一起摇摆一起耍帅 谢谢 哎呀 你这歌哪都好 就是唱的短了点 我买的咖啡还一口没来得及喝呢 云川 你写这首歌的意思 是不是像过去的你说白白 有那种感觉 想好好地做一份工作 不想再到处漂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参加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可以真正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份销售的工作 而不是做销售直播 也考虑过 但是我没有学过这个专业 我也没有经验 你直播销售也没有专业 他刚才表演他的才艺 你要在当下做一个主播 不管是娱乐主播 还是带货主播来讲 我觉得你其实很难变现的 我觉得相对于你刚才说的线上难变现 我倒觉得你给他那个主意和建议更差 就是他现在这个年纪和知识体系 你让他到线下做某一个领域和某一个品类的销售 对他来说还不如让他去线上 咱们往下细问吧 娱乐主播和带货主播 你确定是带货主播 我确定 我只喜欢带货主播 好 特别好 带货你对哪一类货品你觉得你擅长 服装吧 男装 那男装如果说现在你就是斯凯勒的男装主播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说怎么样去给他带货 要么你就演一段给他带货 你选择哪个现场展示 这个怎么弄了 这个就演吧 假设卖一件冲锋衣 这件冲锋衣的特点的话防水透气 零售价一千五 然后今天是八百块钱 像我卖这个衣服是吧 叫什么来的 冲锋衣 你知道冲锋衣在什么时候穿吗 这就是 风衣吧 是吧 这就是我提醒各位企业家们的问题 就是他可能甚至连冲锋衣都不太了解 所以要给他提建议 还是要根据他的整体的基本素质来推荐 那就挑你一个最熟悉的 就你里面那件白T就可以 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和家人们欢迎来到直播间 OK 接下来今天为大家卖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斯凯勒的T恤 everybody come on 这个T恤很棒啊 现在在市面上是卖三百元 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 是超级大优惠 只需要九十九元 穿上这个T恤呢 特别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秒杀吧 如果谁买这件衣服 订单能超过一百单的话 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忘情水 来 三 二 一 来吧 你对你刚才表现满意吗 我觉得我们老杀的时候 那个气氛贷动还是挺满意 但是对前面介绍这个东西 我不太了解 我是觉得从产品上 你肯定讲得非常短 然后没有讲透 包括跟消费者 就这件衣服的互动也没什么 然后就直接到超过一百单的话 其实是如果你一单都没做出去 你就想一百单的事 其实有点不太现实 我对刚才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我多说一句啊 就是我觉得你比很多 直播带货的那些主播们 更有那种屏幕的穿透力 在这一点上 短时间之内 我是能被你吸引住的 我觉得那一百单什么 它只是临场发挥嘛 不要再较真 问一下就是你想干这个主播 你了不了解 一场直播里面有核心元素是什么 这方面还真不了解 所以我就想通过去一家公司 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关于直播带货我可能不太懂 但是我给你讲个真实的场景 前几天我们非你莫属的直播间 我们在做这个课程的一些带货 在我们上去之后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流程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小女生 她来上去之后 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她先和观众产生共情 把观众想办法先留下 拉近距离 然后再去用一个同理心去告诉到大家 我和你们站在一起 为什么要去买这些课程 然后她能给大家带来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是当天我学习到的 但是通过你今天的这个方式 其实你跟大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性 好像不是很强 如果你真的想走这行的话 它可能还有很长的路 那回到你的职场上 站在我的角度 我真的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是不是在模仿这条路上 我们可以深入下去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陈黎明 其实她的直播我经常看 我们就会发现 她会把很多刘道华的一些老哥 现在不是特别传唱度高的 她就会在直播间中唱 所以她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粉丝 而且她非常的坚持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或许你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你也可以向她有一些学习 我想请那个秦总回答一下 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对 这个岗位有什么关键的要素是需要具备的 做产品销售的话 就是人货场这三件事 其实你在场控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有问题就是说 在货上面是不专业的 在人上面呢 人就是流量 这个流量是可以通过场控和货 这两件事情 包括专业的投流选手或投流人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个直播岗位实际上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主播 它是一个专业能力的 还有一个叫直播管理 它是要去串场的 就是说我的人怎么搞 我的货怎么搞 我的厂控怎么搞 我的客服怎么搞 我挑战一下秦总刚才给你的点评 第一个我觉得你还非常适合直播带货 原因是我觉得人货场的时代 在数字化时代里面比较过时 今天新的时代是IP内容和货 你首先我觉得你绝对具备打造IP的能力 不管是通过模仿还是热场 你有IP的能力 因为我们短短的时间内 我相信我们都很难忘记你 第二件事情是你也有做内容的能力 短短的直播的那几秒钟 你确实有舞台的表现力 IP和内容你都有了 你只要找个供应链 你就一定可以开播 所以我认为直播带货这个事情适合你 我觉得你说的比较贴解我的想法 因为我这边有投资相关 直播带货的企业 所以我想给一点专业的意见了 因为前面两位可能各自领域有做 今天直播带货就分四种 最简单的就是卖便宜的 但在直播带货里这一类 走不了太远的 因为不可能大家毛利越作越低 剩下就三种 喜欢你 成为你 信任你 刚才比方说寒一说的是喜欢你 那粉丝如果喜欢你 你卖什么他都买 但是你的IP过去并不是特别成功 所以这个你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你未来能不能吸引足够多的粉丝 来喜欢你买你的货 那花姐需要的是信任你 因为他们要卖自己的品牌 包括行种 其实也应该是这种类型 就是他们希望的是我是公司的号 你来帮我带 但是用户来买是买我公司的产品 所以一定是要信任 而你在你刚才的表现里边 你缺少了那一部分 就你在按粉丝喜欢我这种逻辑 去卖那些需要信任的产品 其实我刚才对你的表现 打分不会很高 是因为你是穿白T的人 男性穿白T多少都知道白T的痛点 比如说容易变黄 比如说容易皱 比如说领口容易松 那这一点上说明你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对产品的观察力不是很强 所以未来你要做直播带货 这方面稍微加强一点 但雷哥产品他慢慢学 但是我想说信任你的这个问题 因为所有的客人来到的是 斯凯乐的直播间 这个通过品牌已经解决掉了 但是他呢 在通过他自己的形象 和有一些这个特长的表演 让大家又去喜欢他 其实我觉得这是品牌和主播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这点是这样的 为什么说喜欢你跟信任你有区别呢 就是如果这个号是你的粉丝来的 那这些粉丝本身就是喜欢你的 所以你说什么都可以 但如果是一个好的主播 去了一个品牌的号 他一定是让这个品牌号的粉丝觉得 今天来播的这个人 是懂这个品牌的 所以这就是信任和喜欢 略微有一点点差异的地方 但我只是说类型 那实际上运作里头 有很多要素是混在一起的 来 我们考察一下刘云川的职场情商如何 领导要买房子问你借钱 你手头没有那么多钱 他提出来让你办个贷款给他 给你利息你借不借 如果我的经济有这么充足的条件下 我觉得可以借给他 但是在我整个家庭 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自己生活都比较困难的时候 这个领导要找我这样去借 而且是要贷款 那我就肯定就会问问我的太太 可不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家里不那么困难 你借这钱也会跟太太商量吗 你问的就是两种可能性 就是我觉得 不管哪一种可能性 我一定要跟家里边商量一下 如果说林太太不同意 你会怎么样去回绝你的领导呢 比如大卫老师就是你的领导 你怎么跟他讲 领导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家现在也挺困难的 这个钱真的拿不出来 拿出来我 我们家都借不开锅了 你不让我活了吗 领导 对吧 你说我现在要是有几百万 我甩你一百万没问题 你看我现在生活都很困难 有这个心没这个条件 对不起 大领导您听完了他的回答 您什么感觉 怪我当年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瞎了眼哪 云川啊 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家里接不开锅了 你不会借给我这笔钱 今天这钱我要不要放到一边 倘若我今天就公报私仇 我因为你不借给我钱 我就让你从我身边滚蛋 我问你 你家还接得开锅吗 领导我想办法去帮你搞这个钱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假装是你的领导 模仿你的领导 我用这样的话威胁你 你就会屈服于我的威胁 然后答应再帮我想办法凑这个钱 对 因为我毕竟 你说我要靠你发工资嘛 对吧 我还是在乎这个工作 我很实在 对吧 我会尽量去帮你想办法 刘建议您刚才回答 有点油腻 但是缺少情商 其实你不职业 你是用的是我们家里面的那个 野路的方法 野路的方式来说 但是真的回到职场当中 如果是这种情况 如果真的遇到了像大领导 今天这样的领导 我建议我们的求职者一定要离职 你领导的问题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代表这家公司的文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职场人 千万不要是因为所谓的权利 然后去委屈求全 去做一些自己不是特别愿意的事情 在这个点上面 这是我的见解 借钱的问题 其实是有一个大概的原则的 对 我们说一般的资金资源 像这题说的信用 它其实借你的信用来借钱嘛 这种一般是向上求助 或向亲友求助 如果是服务 体力 或者你的时间 一般是底下人可以帮你 所以如果它是你的领导 它原则上是不应该向你求助的 所以它的初心本来就是错的 但是这里也反映了云川的一个问题 跟你借钱 在这件事情上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是会毫不犹豫地拒绝的 但你是表达了一个 有钱没钱这样的区分 我会觉得你在某方面的标准 和原则性是不够强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说明 我觉得它在照顾着这件事情上 它能够破云生活压力 它很看重一份工作 来吧 各位刘登的企业家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的话 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您 刘云川 成功进入到最后的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虽然我刚才对云川提出了一些挑战 但是我依然觉得你还是有带货的潜能的 风筒电演在北京 因为内容是由你来设计的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唱歌 把这种活跃氛围全部结合起来 云川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斯凯勒是打造自己的IP还是打造物 IP是公司的 就还是在斯凯勒品牌旗下 然后你是这里的一个主播 但是交给你的是专业直播带货的知识 以及商品运营的知识 因为在这些都是需要你掌握的 我先说一下我们公司啊 我们做生鲜的 还有一些网红食品 面对C端做销售的 有自己的那个直播基地 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岗位 您这个形象呢 就可以以人货场这个基础逻辑升级为IP 工作地点在天津 也是打造我个人的IP吗 还是打造也是公司的 还是那个IP 我是想知道 首先肯定得以我们的产品品牌和产品 把一个号或几个号 先有一定的基础 第二阶段呢 就是基于人物从喜欢到信任 谢谢 好 来 云川 考虑一下 在斯凯勒户外和黑马仓储够之间选择其一 当然如果你觉得都不好 那你就都拒绝掉 说一声谢谢再见 考虑几秒钟 好 时间到 求职者刘云川 请告诉我们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选择这边斯凯勒 祝贺曾花也恭喜我们的求职者刘云川今天求职成功 来吧和我们的企业家握个手 也感谢秦伟 谢谢秦伟 谢谢秦伟 欢迎云川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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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秦众 谢谢你们 你们的心爱 谢谢 请为你高兴 感谢你来到 为你莫属 加油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加油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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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